由于导演杨庆也是重庆人 对剧组来说吃火锅也成了拍戏之余 必不可少的休闲方式 东大主陈坤每次变着烦的给大家带好吃的 让吃货白白和都忘记了老公的存在 其实剧中白白和和陈坤有一段感情线 两人之间隐藏的一段校园恋曲 让陈坤也想起了初恋 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对方的信息 只表示那是属于十七八岁的一段轻松记忆 该片即将在四月一日上映 媒体也想几位主创做个票房的预测 对此主演情号调侃票房女王白百合 一定会给该片带来好运 不过当事人极力想要摆脱过去 新闻在线香港采访报道